嗨,大家好,我是莉娅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期 学生党的开学季好物分享 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 比较适合学生党 价格是那种物美价廉又好用 今天分享的东西比较多 彩妆的,还有生活用品 还有一些书籍之类的吧 如果说你对今天的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跟我一起看下去了 那我们先从彩妆部分看起吧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个 这一个橘朵的这一个四色眼影盘 颜色配色特别好看 然后是这种有点烟熏玫瑰 我觉得还蛮适合秋冬的 它这一个亮片色超级好看 那个也不贵 我近期的一些眼妆呢 也都是用它来画的 最喜欢的呢就是它的这个亮片色 我觉得国货里面 他们家算做的比较好的吧 如果说你是学生党的话 开学的话 想要入一个眼影盘 这个又是这种配好的颜色 还算是比较日常的这种 下手也不会很重 我觉得还蛮适合学生党的 所以彩妆部分 第一个就分享的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一个 法国大宝 这个是我被 很多很多人都种草了 那我终于入了它 我现在要把它安理给你们 开学季的话 快到秋天了嘛 秋天的话 可能这个季节的变化 所以你的肌肤 也会变得比较的干燥 但我一样是干皮的话 可能你在 粉底啊 日常的一些化妆的步骤呢 可能会有 就是起皮啊 或者是干燥的问题 后续在上妆的时候呢 也会更服贴一些 而且它的价格不贵 我觉得还蛮适合学生党的 下来呢 就是这个防晒 为什么分享这个 安耐晒的给你们呢 虽然它可能 有些人党会觉得它贵 但是它的效果是真的好运 开学的话 很多学校会有军训嘛 那么军训的话 就会一直在外面 比如说战军兹什么的 在操场上面 肯定特别的晒 只要九月份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紫外线 这个东西吧 它还是很强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那种 长期暴露在户外 长时间的要去晒的话 要入这一种 就是它能防晒黑的 我觉得价格稍微贵 那么一咪咪 只要它效果好 一切都是值得的 防晒呢 就要入这种既防晒黑 然后又能防晒商的这种 PF和PA值都比较高的 这种防晒产品 我觉得这个方面呢 安耐晒做的是很好的 接下来呢 是这一个 太阳色的一个玻尿酸 或者说你是那种 就是比如军训丸 然后皮肤会有一个修复的过程嘛 晒过之后呢 你的皮肤其实会有一个缺水的状态 我觉得补水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就算你没有 你没有晒过那么日常的补水呢 也还是蛮重要的 就玻尿酸的 它是属于那种 高分子式的 所以说它 就是一点点就已经很润很润了 平常用它 然后来配合那种 你的一些化妆品啊 或者是你的护肤品 然后一起来上 它会加速补水的一个功效 如果你的皮肤是那种缺水状态的话 这一块也是蛮好用的 而且也不贵 所以我觉得还挺适合学人党的 就分享给你 接下来呢 是这个东西 就我已经用完了 但是没有新的了 就先给你们这么看吧 你们开学的时候 有军训 要长期占军资 或者是你是平常喜欢运动 然后用脚会比较多 一直占着这样子的话 脚步有死皮的大家 就分享这个给你们超级好用 足膜呢 是我之前的小红书上面 然后被淋浴 它不是发那个撕脚皮的 那个还上热搜了吗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呢 就发现了一个国货品牌 也是这种专注于撕脚皮的 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足膜 我跟你们说哈 我是一个就是撕脚皮爱好者 我之前有入过这个东西 就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认识的 这个东西是一个背影的 它是那个割脚皮的 就是像足膜的话 它是你贴上之后 它就会自己那个脚步会脱落 然后你就会把它撕下来嘛 这个呢是那种你泡好脚之后 你就用它去刮你的脚皮 就属于那种比较危险 我有一次用 它前面这边是刀片嘛 就我之前用它把我的脚 肉给割掉了一块 然后就脚后跟面流血 这个刀会比较危险嘛 那像这种就是你撕的话 它不会有一些伤害 就是两片 这个呢是那个让你脱脚皮的 然后是紫脂套的 然后这个呢它是蜂蜜的 然后是那个就是你脱完脚皮 你的脚都撕干净之后 然后又敷它 什么需要配合使用 通常就是先用这个 然后你先泡脚之后 然后你就把它给就是穿上去 穿上之后呢 等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你就把它放下来 就把它脚洗干净 这马上是不会脱皮的 然后就见证奇迹的时刻 然后就连续几天之后 你就开始用温水去泡你的脚 泡好脚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脚皮 在一层一层的脱 那个真的是你的脚底的 那个厚的脚质层 我给你们放我的图片在这 真的撕脚皮的过程不要太爽 等你的这一个脚皮 全部都撕完之后呢 你就用这个蜂蜜的这一款 然后给它再也继续做一下 这一款呢它就是一个 就是可以滋润你 那个刚刚退了 那个皮的那个脚部 然后给你补充一些营养 然后你的那个 就是你敷完这一款之后 你就再看你的那个脚 就会比较的滑嫩一些 牌子呢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老牌裹货 然后它里面的配方 也有那种比较温和的这种 纯植物配方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你自己撕 还是你要送给你的 父母去撕 然后送亲戚送朋友 我觉得都是还蛮爽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们说 撕脚皮真的会上瘾 你还没有体会到 这份快乐的话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真的会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以上呢就是一些 彩妆部分和护肤部分的一些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些 比较适合生活方面的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我取下来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眼镜 这个眼镜 真的是有很多人 问我眼镜的 关于眼镜的问题了 初那期眼镜装的时候 还有我之前 很多期眼镜的时候 都有人问我眼镜 是从哪里配的 之前的那一副呢 是其实从实体店配的嘛 我也跟你们说 我没有链接 不要再问我要链接 后来我就 那一副的话 我度数现在不够了 是的 我的眼镜度数又涨了 所以我就 重新配了一副 那新配的这一副呢 就是其实跟以前 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 它的这个形状 都完全没有变 我就是按照之前的 那个形状去配的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个脸型吧 就配这种 呃 戴这种形状 我觉得会比较好看一点 这个黑色的话 也是那种比较蛮百搭的 就适合搭 各种不同的衣服 就化妆什么的 也还挺好配的 这种我都没有变 然后再加上呢 最近我不是正好女孩吗 然后特别喜欢 呃 朱老师 然后我觉得 呃 朱老师同款啊 然后也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戴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没有去 换我眼镜的 这个形状 这次换的呢 还是一个这样子的 只是镜片去换了一下 这一次呢 这个是有链接 然后是从网上配的 呃 就可以给你们分享了 就不像之前 这种实体店配的嘛 这个新的呢 它的这个材质呢 是合金的 就是特别轻 就是你戴着眼睛 不会觉得很累 或者你的耳朵会疼的那一种 这个套餐 呃 这个镜框 是89块钱 这个学生党套餐 下来是198万 呃 我觉得还蛮实惠的 然后你们如果开学的话 肯定有很多的这种 配进需求 所以就分享给大家 下来呢 是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本子 特别厚 你们可以看一下 很厚的本子 然后从明创邮品买的 这一个只要10块钱 就这么厚的本子 特别那种 学校门口的那种 或者是学校的文具店里面 卖的那种 这个绝对能上20多块钱 呃 是我挺久之前买的了 但是明创的本子 好像一直都不是很贵 明创邮品的本子 安利给你们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们想买这种 呃文具的话呢 你们其实可以去 那个 网上搜那种 呃文具的福袋 之前有做过 那个福袋开箱嘛 也是我自己 从网上买的 那个福袋 好像是20块钱 然后又有本子 又有笔 然后还有笔袋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但是好多人都是 好像都不知道 就是有福袋 这种可以买 福袋的话 它会有很多东西 就是那种可以许愿的 还有那种 就是可以指定的吧 反正我觉得 买下来应该是 比那种 呃就是你单力去买的话 会稍微便宜一点点 另外呢 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现在桌子上面摆的 这一个 呃化妆品收纳的盒子 呃 但是我这个 就不给你们放 我的收纳图了 我给你们放 那个淘宝上的那张图片 我觉得还蛮好 就是我自己用起来 还蛮实用的 就放在桌子上 也不是很占地方 然后还挺能装的 桌子的话 你们学校桌子 肯定是有限的 呃 如果住校啊 干嘛的话 东西肯定特别多 我觉得用这种 就是化妆品收纳的话 比你就是 直接堆在桌子上面 要整齐很多 接下来呢 是也是一个 我不给你们拿着展示了 因为我的在地上不好拿 我就把那个图片放给大家 就是那个 线 就是叫什么 数据线的盒子 你把你的那种 就是电线啊 然后把你的数据线啊 什么充电器啊 那些线 不是很乱吗 但是你的那个位置又很小的时候 我当时自己就是 找了一个这样子 就是用的这个盒子 然后把你的线 它都能给你藏起来 就放在这个盒子里 你用哪一根的时候 就很 很清楚 然后不会线和线缠在一起 然后也不会 就是你的座位那边 全部都是一团线 很乱嘛 也 我觉得不太安全 所以我觉得这个盒子 还是挺实用的 然后又便宜 接下来呢 是这一个东西啊 就这个 这个桶子 我就拿它来装化妆刷了 我觉得你们如果住校的话 其实可以当笔筒 然后也可以当化妆刷 这一个才几块钱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它其实上面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子的一个盒子 没有什么 然后这个贴纸是它送的 你自己贴不贴都行 然后我就给它贴上了 你要是不喜欢 就觉得太难看了 你不贴也行 它就是一个长成这样子的 然后你装 比如说装筷子 装勺子 然后装那种化妆刷 然后装一些你的笔 当笔筒 都还挺好使的 可以当花就是花瓶的那种 如果你养一两只花的话 其实也可以装在这里面 还蛮好看的 就放在桌子上也不占地方 它挺能装的 这么多刷子 它里面还能装挺多的 当然我还要把图片放在这里 然后我的那个已经在里面 不太好取了 我就给你们分享一下 因为你们搬到宿舍里面的话呢 住校干嘛的肯定是贵的是不够的 就是东西 尤其是女孩子嘛 东西又多的话 我觉得你们就可以入这种大的那种 就是收纳箱 装衣服的 我自己装了好多衣服 然后它可以落起来 刚好塞在你的床底下 就是你的那个柜子底下 或者是在你床旁边 如果有一个位置的话 也可以直接塞进去 或者直接放在阳台上 这个箱子呢还蛮好塞的 然后它里面 它底下还带那个轮子了 就推下来还挺方便的 这样的话也不是那种很薄的 那种薄塑料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当然呢 是我自己平常的一个爱好 那如果你们有跟我一起的 相同的爱好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 这个东西 分装水彩 就是 如果你们是 就是艺术生或者是画画的话呢 有用到这种水彩类的话呢 我其实还蛮推荐 或者是你那种就是爱好 就是水彩爱好者 就是买这种分装水彩 我觉得一个是 因为水彩的话 正装其实好一点的话 还挺贵的 用的其实也没有特别多 所以我觉得买一个这种 分装水彩也可以练手 还可以还可以用很久 价格上对学生党来说 就是分装之后就会特别的便宜 盒子还蛮好看的 这次入这个 一入正装的话 还不如就是如果说你们是新手 或者是想尝试不同的水彩的话 就可以入这种水彩分装 接下来呢是 我觉得是精神方面的吧 就给你们分享几本书 其实很多人上了 就是开学或者怎么样 其实在学校的环境里 但是读书会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读书的 就是趁着年轻多读书吧 所以分享几本书给大家 有那 就是第一个分享的是这个 人性的弱点 然后还有人性的优点 这两本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看一下 虽然就是很多人说 它是那种鸡场鸡汤文学 F4之一嘛 就是成功学立志学那种 就比较 比较就是方法论的那种东西 它确实就是方法论 但我觉得看一看的话 对于迷茫期 或者是对于 怎么说呢 因为我之前也出过几期那种 就是比如说如何找到自信啊 然后如何提升自己啊 就觉得光看的人还蛮多 就说明大家还是挺 关注这方面的东西的 就是说是完全不在乎这一方面 关注的话 其实可以看一看嘛 而且它这个上面也不是 不像国内的一些纯的那种立志学 就是扯淡的那种 它这上面讲的其实还是挺 挺方法论的 就是你看一下之后 你会有一个思路上面的一个 怎么说呢 认识吧 然后具体的实施肯定是要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 你在生活里面自己去 去想 然后去思考去做的 那会其实给你开拓一个思路吧 这个呢就是这个 我最近在看了这个亲爱的三毛 三毛的书我都还蛮喜欢看的 我觉得挺喜欢看它的这 就是这一个系列的 它这个里面的都是那种 就是它当时三毛开了一个 类似于信箱这样子的一个 专栏吧 然后有很多人去给它写信 然后问自己的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然后三毛会给他们做出一些解答 那这些解答呢 全部这些信件的往来 全部都集合在书里面了 一本的就是我之前给你们讲 自信那一期的时候 就是三毛给一个女孩回的信 就讲如何自信的 也是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蛮好看的 大家就是可以看一看 然后也可以看多一种思路吧 看一下别人的人生 别人是怎么去遇见问题 去解决问题 好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了 我是觉得还蛮实用的一些东西吧 都就分享给你们 还是希望大家开学快乐吧 就是珍惜上学的时间 然后珍惜在校园里面的时间 那希望就是大家都过得开心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